下面染色 首先是染者石 这个完整的木稿就画完了 好,我们调一个摄石 加一点点木 调了木在这放一下 然后调摄石 加一点点木 调到这个颜色是可以慢慢流动的 不要很浓很浓 我们首先染树 我们首先染树干 一笔画 下面树根给它留摆 不要给它全部染了 树根给它空了 这个流树 把这个干复根一下 中间干给它保留 是没有染色的 和每一个 这是 让一下 这是叫淡摩 这个树根空 不然已经沾一点水 把这两棵树 沾点水再扫一遍 那么一棵树 稍稍加一点点木 这个干稍稍重一点 这三棵树干的木色是有区别的 准时加淡摩 把这个三石染一下 从水面开始 先沾点水 把这个上面亮的部分 沾点水染一染 颜色淡一点 下面深一点 这次都做实了 下面浸染 一间沾水 一间沾水 这次加淡摩 它是像水一样的 可以慢慢流动的 沾点水 加淡摩 沾点水 沾这个亮的部分 那就是加淡摩 沾起来深的部分 然后比进 沾一点的水 沾点水 沾点亮的部分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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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个同样的颜色 这个坡 比沾水 这个坡要淡一点 是它 大一点 还调这个哲世家 淡漠 也是浓一点 把后面的 和谈 这里脚上还有一块 这个颜色比较淡一点 比沾水 在这个调一调 这个哲世家淡漠 也是就淡下来了 把这个后面的这个 让这个颜色 淡一点 还是这个颜色 淡淡的哲世 加一点点 这个哲世家淡漠的色 把这个房子 把房子的颜色 稍稍染一下 这是它的映射 映堂那样的 下面就染完了 我们再往上 这里的颜色 还是这个颜色 这是河滩 你沾点水 加一下 已经沾一点点水 调一调 加成量的部分 染一下 已经沾水 调一调 调一点 这是进去 也让颜色 稍稍暖一点 加点水淡淡的 这是深的 这是浅的 然后后面的三 已经沾点水 写一下 一调淡淡的 这是加淡漠 后面的三 已经沾点水 写一下 应该是比较淡 可以流动的 沾水 简单的 就是加大墨 不要印到水不要太多 印到这个泉里面去了 泉给它保存是白的 那这个沉的部分都染一下 已经沾一点点水 已经沾一点点水 下面染一染 这上面亮的已经沾一点点水 再染一下 已经调淡淡的 这是加大墨 最后一个三 全部 染一下 这测湿就染完了 这测湿干了以后 我们现在是染三滤 首先这是水 喷一点水 画面打湿 调三滤 调一个薄薄的三滤 调的像水一样 我们把这个笔洗一下 画一下 这是一支干净的笔 然后用笔尖 笔尖调这个三滤 然后笔尖 笔尖向上 笔尖染这个亮的部分 亮的部分 下面稍稍画一下 笔尖补充三滤 笔尖 笔尖可以把这个流出来了 就是这样调颜色 用笔尖调色 然后侧风染色 笔尖向上 染这个亮的部分 亮的部分 笔尖的三绿色 就主要在这个上面亮的部分 后面一样这个笔度 稍微再回画一下就可以 这些笔尖要保留 不要把这个笔尖都遮挡掉了 后面还是 后面是水 然后这个笔尖还在 还在这个画面上显得很清楚 如果画面干了 你就要再配一点水 就要再配一遍 这里主要是后面这个小舌头,染一点点 河滩时准时 前面就染完了,等它干了以后,颜色 不够,你可以再染一次,这个颜色要求染的薄一点 好,我们继续往上 比肩挑战率 而是用笔接染色 把三绿染在石头的量的部分 然后淡淡的三绿 小舌头 染这个 舌头的沙面量的部分 一进调三绿 一进调三绿,只是干了,打一点水 不要这个三绿颜色,不要反反复复在上面 一笔画过去就可以了 有些地方没有画到,不用管它 一笔画 这两块石头不要测试,还是薄薄的三绿 把后面的删画一笔,一笔画 这个都没有画到,不用管它 继续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干一下,看看效果 不够的地方再染一次 拌干的时候,还是调整 把这个主要的刷刷加一笔 不要全加 放它 三头 里面��� 后面边往前面 跟它下 主要的部分 选择新的加一加 这是三月干后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染花青 这是花青 这是墨 首先调花青 加一点点墨 稍稍的把这个房顶染一下 这边这是墨 把这个房子的柱子画一下 这是这十加的墨 我们再接 再接 再接 原来这个树是横笔点大 还是用横笔把它点起来 树干给它留一点空 好 点下来以后 已经沾一点水 再点一下 已经沾一点水 这样这个树的点 就是有些申请式的变化 你沾水 不断地沾水 不断地点 我们讲第二个 已经调花青 讲墨 第二个是往下 接一树 接一树 已经沾水 再稍稍加一点 已经沾水 已经沾点水 再调一条 能点 然后这个是树林 这边也是 加这个花青 加墨 去收藏这样勾一下 像画树一样的 往上调 然后是笔筋沾点水 然一然 笔筋沾点水 还是刚才这个花青 加墨的 花树叶的笔 花青 胆墨 六条 先割一下 在后面 树干流出来 一部分在前面 然后笔筋沾水 调一条 这样颜色会淡一点 顺着这个柳树的边 柳树柳条的边 往下染一染 不要超过它 下面沾点水 接一下 你沾点水 把这下面 沾到记忆节 下面 你沾水 记忆下 沾沾点水 发青 加淡墨 河滩上的小树 也几个点 然后是这个水草 稍稍加一点 麻烦 画清加弹幕 特别的小素 这是后面的严谨的小素 点一遍就可以了 不需要加弹幕或者加水再点 上面是山上的台点 画清加一点点幕 台点 上面附点一下 这里属于不能沿到水里面去了 就是步步 好了 发清就点完了 好 这个染色的全部染完了 染完了以后我们要把这个调整一下 你看这个是颜色染过之后呢 这个前后色头这个色头的机构显得有点平 没有什么墨色变化 我们调一点点浓墨 用笔筋调浓墨 这是一个干净的笔 像笔筋调浓墨后面是水 它就会后面自然而然会淡一点 干干的笔 擦一擦 洗一下 强调一下 强调一下 这个三世的这个 这个 我讲过色以后因为色 我把这个木色来给破坏一点 所以你要适当的给它加一点浓的 洗一洗 洗一洗 干干的笔擦一擦 这会一块消失的 这个用笔不要太湿 干干一点擦一擦就可以了 不要刮得很湿 刮虚一点 笔筋调一点点浓墨 看这是一块色头 干干的笔调了一点浓墨 酷酷干干的 我说要承擦一下 我说要承擦一下 你做一个 你做一个 做一个 最后或者是看的 那你做一个 我说要承擦一下 根本就能够劝 你做一个 前波,后波 稍稍,按一下就可以了 浓墨,把这个后面的稍稍,提一下就可以了 后面稍稍用浓墨提一下 干干的 不是在原来的这个线上的重复啊 有趣的 有趣的 不知道 这个后面呢,这个龙木的限制要更少一点,一点点 一点点就够了,不要花很多 一点点 线都比较虚,不是很实的 稍稍这样画一下,有的画上呢,就可以,没有画到,就不用再捕一笔 改点,原来点的太点 有时候还不够,加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没有一根是完整的线啊,就是这个龙木稍稍这样在上面 走一下就可以了 留下一点点笔的痕迹 稍稍走一下 好了,这个画就画完了 吴胡凡先生的春山情爱图 就全部临摹完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